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选一就 第一个词是聪明 然后第二个词的话 可能 他 他的整个就是性格比较像个 就是像弟弟一样的所以我就说 啊 嗯 然后 然后三第三个词的话 因为他比较傻傻的然后就 就笨笨的那种 就是 是性格然后看起来比较可爱 所以我就选择可爱这个词 那 这个三个词是聪明 纯 还有 可爱 啊算了 我还是对男生没什么兴趣 哈哈 小赵 你好我是上次上次你直播的妈妈粉 问你奶茶甜不甜的那一位 然后就想问你减肥成功了吗 然后希望你比赛加油好好打 快要农历新年了祝你新年快乐 我减肥成功 其实我体重一直没有变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身高在变 但是我的体重却没有变 这也算减肥吧 金姑姑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问一下 跟新队友磨合的怎么样 他们会不会嫌弃你太吵了呀 磨合的还可以 我们其他队员都会很吵 你是队伍里最吵的吗 应该不是 那是谁呢 金姑 平时金姑一般都在吵什么呀 呃就打排位的时候就 跟队友 招流吧 Nite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接受了那么多次采访 都不敢看旁边的主持人小姐姐 就我觉得采访的时候还是就蛮紧张的吧 因为下面一堆人看着 我也不敢看别人 说说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遇到KASA的话 你是觉得KASA会报答你呢 还是你报答KASA呢 谢谢 那肯定是我们来 好好教育KASA 毕竟前队友嘛 就开个玩笑 阿雪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问一下 你能长到宝兰那么高吗 其实这样说的话 那肯定能啊 对不对 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就长到宝兰那么高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感觉应该以后可能会比她还高 Mako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请问一下 你前段时间参加了微博之夜 你有没有在微博之夜的后台 遇见你喜欢的明星小姐姐呢 那是因为我去晚了 红台也没走 然后到的时候直接就进入会场了 然后只是在进去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明星 然后其实当时也看到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唐嫣吧 他也上台领奖 有机会和喜欢的明星合影吗 没有 就因为去晚了 然后对 我看他们都有跟邻居结合 有没有简单的 啊 怎么有两 啊 一个吗 哎 下一位选手你好 请模范一下你或者队友最火的那张表情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